你老人家最老的 92岁 还有没有比你老的 五丰乡 我最大的 五丰乡 整个五丰乡你是最大的 年纪最大的 男生 那女的呢 女的最老是几岁 以上还有很多 知不知道 妈妈的妹妹 现在 96 你妈妈的妹妹96 96 比你也才大4岁 比你大4岁 哇 那你是不是你整个家 家族都是 活得比较长的 活得比较长的命 比较长命是不是 你的爸妈 你爸妈几岁过生的 几岁过世的 记不记得 我不会讲故意 不会讲 没事没事 那你现在 你自己走路没问题啊 走路自己一个人 要小心哦 要小心哦 慢慢走路 慢慢走 慢慢走 要运动 看上去你走路 你走平路没问题 走平路都没问题 哦 没问题啊 慢慢走 慢慢走 要慢慢走 慢慢走 你平时生活 自己能治理吗 自己能生活 自己炒菜做菜吗 我自己生活 我自己生活 你自己生活 没人 不需要小孩子 有有 小孩子 外面上班 外面上班 晚上有没有回来 没有 没有 有时间还有 来干 有时间来看你 有时间来看你 然后你做饭自己做 做菜自己做 你烧饭做饭自己做吗 做吃的 做吃的自己做 吃的 自己做 我女儿留了 我女儿留了 我女儿 女儿 女儿一个 有一个女儿 帮你做 做给你吃是不是 对对 哦 那还好 那还好 你还挺健康啊 给我衣服 洗衣服 做饭 你女儿帮你洗衣服 女儿 帮你洗衣服 做饭 干我啦 帮你 嗯 然后 很不错这样 那你就自己 住的话 你自己住是不是 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住 你自己自己一个人住 你住 住 儿子一起住 有没有跟家人一起住 我现在没有做什么了 啊 现在我没有做什么了 我知道 到到八十岁了 我常常工作了 哦 常常工作 你八十岁都有在工作 那个时候 哇 八十多岁我 现在九十二岁我 停掉了 没有了 没有做了 哦 八十二岁到现在就没有做了 哦 哦 我现在我家里休息 在家里休息 休息 想吃饭 吃饭 想吃 对 有时间出来走走 有时间就出来走走 走一走走一走 嗯 嗯 我们五丰山这里 年纪八十岁以上的人多不多啊 八十岁以上 嗯 八十岁是有 有 有 嗯 八十岁 八十岁以下是有了 嘿 你的样子不是很像那个 王传那个很像那个泰雅族 样子不是很 王传很像 我的亚族 泰雅族的 泰雅族的 哦 你 不是塞下 不是塞下的哦 泰雅族的哦 我们在这边 都是泰雅族的 都是泰雅族的 是 好啊 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好 拜拜 你哪里来 我是香港的 哪里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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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远 对很远很远 很远的地方 坐飞机也就是一个多小时而已啦 飞机 飞机一个多小时 哇 来台湾才一个多小时 很远哦 台湾是你 你 假日很远哦 是 飞机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一个多小时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哇 真难得 我来问到一个92岁的 在五峰山这里 泰雅族的最最最老 男性来说她是最老的了 在这一块 她说 她说 女性的 有一个96岁的 是她姨妈 她妈妈的妹妹 她妈妈的妹妹的话呢 才96岁 她妈妈的儿子92岁 她妈妈的妹妹96岁 相差才4岁哦 哈哈 真特别特别好特别 好 我刚才呢 跟这些小朋友在这里打篮球 这里是清泉山庄 就是清泉这里天主堂 办的一个民宿 实际上就是 一个招待所这样 不属于这个天主堂的招待所 收费非常便宜 哎呀我们还见面嘞 我还没走 这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来这里入住 单独一个人才收500块钱 好便宜 好便宜 五个人以上 每个人才收400 好便宜好便宜 我介绍这里的住宿 拜拜 拜拜 小猴子 真棒 想省钱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清泉天主教堂这里 入住清泉山庄 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 好 好 这条短片到这里为止 谢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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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